秦也,已经有99把宝剑了 还差一把,你就可以建成这个百剑炉了 能够打败天下剑100个使用明剑的高手 我秦武昕也不枉此生 所以最后一把剑 我要神剑山庄剑神用的轩辕剑 做我百剑炉的第一百把剑 说吧,黑魔教传人秦武昕来到神剑山庄 直言想要打败剑神,拿走轩辕宝剑 剑神看他还太年轻,本不想与之对战 怎奈秦武昕不听劝告,执意要挑战剑神 无奈之下,剑神只好拿起毛笔,顺势抹了他的脖子 可秦武昕仍不死心,提出让剑神拿出宝剑,重新比试 剑神只好答应,只见他一跃而起 拿下放在牌匾上的轩辕剑,只过了一招 就把秦武昕手中的剑劈成了两片 剑神爱惜人才,没有赶尽杀绝 他看出秦武昕是黑魔教的传人,夸赞他的魔山剑法高超 还指点他可以找一把好剑与之相配 能够使他的武功更上一筹 秦武昕听后,立马让手下乌鸦四处寻找好剑 可寻来的剑,没有一把能够令他满意 乌鸦告诉秦武昕 在剑街有一家英纪老号,那里打的剑还不错 于是二人来到剑街 而此时,驻见师父谢英拿出稀有的寒冰铁 正想要打造一把绝世好剑 秦武昕见此情景,便要买下这把剑 可谢英称剑还没有住好,不能卖 秦武昕不听劝告,自顾自地说了句十天后来曲 便禁止离开了剑谱 本以为已经找到好剑的秦武昕 又在路上听到有人谈论黑魔教有把寒音剑 是世上数一数二的好剑 可秦武昕作为黑魔教传人,却不知道此事 于是他找到师父龙啸天 询问黑魔教是否真的有寒音剑 可师父并没有回答 还告诫他不要再问 看到师父的反应 秦武昕起了疑心 又找到江湖白小生 想要一问究竟 白小生听到他是问黑魔教的事情 本不想说 可在秦武昕的武力威逼下 只好坦言 黑魔教不仅有寒音剑 还有一本武功绝学 反手剑法 解开疑惑的秦武昕再次找到师父 他认为自己输给剑神 就是因为师父没有教他反手剑法 可师父告诉他 等时机成熟 自然会把秘籍传授给他 秦武昕觉得师父在欺骗自己 便转身离开 两人不欢而散 另一边 谢英的儿子燕北来到秦武昕的住处 想要一读百剑炉的真容 正在打扫的乌鸦告诉燕北 秦武昕已经不想要谢英的剑了 他现在一心只想找到寒音剑 燕北好奇地问到寒音剑的样子 那把寒音剑是什么样子的 只听说那把剑的护手部分 是一只雕刻的栩栩如生的大鹰 大鹰 我好像在家里见过 这句话正巧被一旁的秦武昕听到 他当即上前拦住燕北 二人过了几招 不料秦武昕发现燕北的招式出自黑魔教 凭此猜测 谢英应该也是黑魔教的人 于是他来到英纪老号 让谢英交出寒音剑 谢英不肯 秦武昕就以燕北的性命作为要挟 约他三日之后带着寒音剑 到落日颇一决高下 转眼到了对决当日 谢英手持寒音剑前来复战 因为谢英曾经也是黑魔教的得力干家 一时间和秦武昕互相上下 可毕竟年事已高 谢英逐渐体力不支 一个疏忽 被秦武昕用匕首暗算 一命呜呼 拿到寒音剑的秦武昕来找师父对峙 师父看到寒音剑 下意识地摸了摸藏在胸口的秘笈 秦武昕看出端倪 假意上前献上寒音剑 在靠近之时 反手将剑向师父刺取 师父瞬间加住剑刃 不料秦武昕又掏出脆毒的笔手 刺中师父后辈 夺走了摩山秘笈 与此同时 得知父亲死讯 燕北当即决定报杀父之仇 可深知自己和秦武昕的实力相差悬殊 于是他找到父亲的故交 南海书生于一飞 寻求帮助 于一飞把寒音剑和摩山秘笈的事情告诉燕北 原来 二十年前 龙啸天和谢英是黑魔教的左右护法 掌管摩山秘笈和寒音剑 为防止有人偷盗 教主让他们二人分别带着摩山秘笈和寒音剑 隐姓埋名 从此绝技江湖 却不料被秦武昕得知 还执意想得到这两样宝物 于一飞建议燕北 可以先去神剑山庄找剑神 学习上城的剑法 学成之后再找秦武昕报仇 这边 得到宝剑和秘笈的秦武昕开始苦练剑法 短短几日 便大功练成 此时的他带着寒音剑来到神剑山庄 想要再战剑神 却撞见了在山庄学剑的燕北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两人当即较量起来 尽管燕北已经受到剑神的指导 此刻却还不是秦武昕的对手 仅仅几招 燕北就被打下山崖 剑神得知此事 随即带着轩辕宝剑出来应战 大功练成的秦武昕一时间和剑神难分胜分 剑神看出对方朝朝充满力气 于是停下劝你 可秦武昕依旧不听劝告 一心只想得到轩辕剑来完成自己的理想 剑神剑他如此执着 便折断轩辕剑 彻底断了秦武昕的念想 从此离开了神剑山庄 另一边 掉下山崖的燕北索性被三位影视高人相救 他们毫不吝啬地给燕北传书内容 还给他喂下各种稀释药材 加上高人孙女清清的照顾 没过多久 燕北的伤势就痊愈了 这天 三位高人看见燕北和清清二人日久生情 便想试试燕北的功夫能否保护好清清 可没想到短短数日 燕北的功力大增 一一敌三也不在话下 这让三位高人很是欣慰 便决定把清清许配给燕北 为了培养他们二人的感情 三位高人还让燕北和清清一起出去游玩几天 这个女人接过碗筷 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这个举动 会给燕北带来杀身之火 就在此时 一群恶霸过来 想要抓走这个女人 燕北见状出手制止 正在关键时刻 众人却突然不见了踪影 燕北再一回头 只见一个红衣男子骑马母走的清清 燕北当即上前追赶 追到一处鸣叫飞人间的地方 这时突然飞出几个头戴面具 身穿红袍的神秘人 想要置燕北于死地 只见他们将弯刀合成飞轮 扔向燕北 可燕北丝毫不拒 纵身一跃 就将飞轮打落 神秘人见自己失败 便又飞了回去 紧接着 身后的红色石门打开 燕北走进石门 一副棺材突然飞出 燕北上前想要一探究竟 棺材却突然站起 里面进出来一个火死人 两人就此打了起来 可奇怪的是 在对打过程中 火死人频频指导燕北的剑板 还把他引到山洞深处 燕北却说自己一心 只想找到清清 并不想与他论检 火死人也就此作罢 给燕北指了方向后一跃而去 燕北继续向山洞里走去 果然看到了 卢走清清的红衣男子 清清也在一旁被手下绑着 此时红衣男子提出 要想带走清清 就需要打赢自己 说罢了 红衣男子一个跟头翻到燕北跟前 用扇子出招 打得燕北节节后退 几招过后 燕北找到机会 猛地挥出一剑 刺中了红衣男子头上的水晶 不料反被家主 剑刃被折成两半 燕北剑状主动认输 可红衣男子却说他没有输 只是缺了一把好剑 不然刚刚就能刺穿自己的水晶 并让燕北带走清清 可他找了一圈一个人影也没有 此时一个老者哈哈大笑 紧接着 刚刚与自己对战的几位前辈 和在山崖下的三位高人 也一起笑了起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黑魔教教主设的局 他知道燕北要替赴报仇 正好黑魔教也想清理门户 于是就先安排燕北到神剑山庄学剑 再由三位天外长老给他传输内功 最后引燕北来到无仇 经过三观考验 此时的燕北已经有能力大战秦五星 可万事俱备 只缺一把好剑 就在此时 乌鸦赶来 送上了一把剑 此剑便是谢英死前用寒冰铁锁住 得到好剑的燕北当即找到秦五星 秦五星看到燕北 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以为轻松几招就能将其打败 可刚一个回合 秦五星就被燕北砍下了一段衣袖 此时的他不再轻敌 开始全力对战 几个回合之后 秦五星略胜一筹 燕北报仇心切 奋力使出一剑 却被秦五星躲过 一剑刺在了墙上 导致剑刃弯曲 可燕北没有畏惧 只是将剑刃压平 再次攻了上来 而此时秦五星使出反手剑法 轻松将燕北的剑斩断 双方都以为大局已定 此时燕北低头看向自己的剑 却意外发现剑里的玄机 原来这是一把伸缩剑 是父亲谢英专门为对抗寒英剑所致 眼看秦五星再次挥剑砍来 燕北弯身躲避 顺势甩出新剑 刺中了秦五星 随后燕北捡起地上的寒英剑 扔向秦五星 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 大仇得报 燕北转身离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